這個地方 題目是有提到 所以可能要看一下題目 計算那個總計 平均跟那個合計跟標準差 那這個總計 特別注意它是 範圍是B2到D10 所以你看這個 這三個都是B2到D10 所以剛剛做的動作的話 恐怕要再修正一下 所以這邊 記得是第一季 這邊的結果應該是 B2 到D10 所以必須把這邊修改一下 那因為會有四季 所以特別注意 你就改一次就好 不要改四次 所以怎麼辦呢 先點第一季按SHIFT鍵 點第四季 那怎麼知道有選舉 你可以發現白色的 白色表示有多選 怎麼知道有取消 再點年度報表 取消了有沒有 它變成原來顏色 所以按SHIFT鍵 好然後呢 油包放這邊 那怎麼更改它的範圍 很簡單 把這個先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再去選什麼 這個範圍要變更 變更成這個範圍 有沒有 它就自動會幫你變更了 OK 打勾一下 變更完之後打勾 這個的話呢 指的是 這個我看一下 按照題目 他說這邊的話 Average計算 是Average 不是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邊把它改一下 一樣改成平均 然後他會抓這個範圍 改成這個範圍 這個就是Average B2到D10 這個的話呢 是上 所以變更這個範圍 變更這個範圍 是合計 那這個的話呢 是用 題目 這個是 這個是用那個 也是用RUN 所以 如果你要用 剛剛的方式的話 那當然這地方 一樣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那也是兩階段 你可以把這個稍微 Delete掉 最近使用過的 你剛剛用過的函數 都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 範圍的話這邊 然後 按確定 OK 標準差就出來了 再來的話 一樣 再把這個範圍 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用RUN 把剛剛貼上 把剛剛貼上 渠道整數按0 OK 按確定 好 有沒有 這樣 就完成 OK 比較難的可能是做兩次啦 那你 剛剛會問說到底先做RUN的比較好 還是做STD EV比較好 實際上 我的習慣是 先做裡面 再往外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層的話 你可以從裡面一直往外做 OK好 那因為 已經有多選 所以呢 最後取消選舉是 選 這四個以外的工作表 就取消了 你再點進去看一下 他的結果 OK 沒錯 都有變更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就表示說你一到四季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年度報表 那這個什麼叫年度報表 其實年度報表要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 就是把第一季 的項目一直到總季項目的 1到3月複製一下 然後呢 移到這邊來 然後再來就是 4到6 依次類推 可是這樣好像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呢 這個地方題目是要我們做另外一個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他要做什麼 年度報表工作表 就最後那個 應用什麼合併匯算功能 也就是說在 上面 資料面板有個叫合併匯算 所以你們要找到這個功能 然後再做什麼 來匯整 第一季到第四季 1到12月的 所有成本項目 然後要長的 再來的話 刪除B欄 所有的欄寬 11.25 所以最後做完要把B欄刪掉 好那我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先切到年度報表 資料 找到什麼 合併匯算 在這裡 所以在資料裡面有個 合併匯算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喔 功能要找到 找到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他要 我們把前面東西帶到 後面 所以 這邊請你瀏覽 那瀏覽按下去之後的話 我們要更正一下 這邊點一下 切到第1季 不用按瀏覽 第1季 然後什麼範圍呢 項目一直到 總計項目 1到3月 這個範圍是我要什麼 我要帶過來的 所以這邊要怎麼把他帶過來呢 接下來直接按新增 直接按新增 所以這邊的話呢 底下會有個新增 把這個範圍新增 那新增裡面的話呢 他的 標籤名稱 標籤名稱就是上面的標題名稱 所以頂端列 是他的標題名稱 最左欄 是他的那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 用連結的 所謂連結就是說呢 題目裡面好像有提到 最後的資料如果前面變更 後面要跟著變更的話 那記得用什麼 用 這個有個自動更新 兩邊用同步的話 記得要打勾這個 所以這三個都要打勾 然後再新增 二月部分 所以二月部分 第二季 跟著一下 第二季點一下 然後把他的 4到5月選起來 好 那 特別主要選的時候 請你連前面的也一起選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動會 把最左欄 當成是 他的那個 標籤來源 所以自動會幫你扣掉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樣 按新增 然後再來一樣的方式 第三季 那這個範圍沒錯 按新增 第四季 他會自動選 按新增 好了之後的話 最後按確定就可以 你會看 123季 同樣的範圍 底下三個勾打勾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 所有的資料帶過來 出狀況 這個地方 B欄刪掉 奇怪 其他 我們再來看一下 合併會算 1到4季 B欄刪掉 A1 A1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貼上一些資料 最後做出來應該長得像這樣 這個地方 最後做完應該是 1到 12月 把他會算 把B欄刪掉 最後藍寬 把這些選選按右鍵 藍寬 輸入 11.25 按確定 這樣的話 全部的藍寬 都會設定成 12.25 你做完之後很快 按新增 按個4次就完成了 記得下面都要打勾 按確定 資料就過來了 那把B欄刪掉 選B欄按右鍵 這邊有個刪除 然後再把A到M欄 做選取 選取要做什麼 把藍寬 按右鍵 改成11.25 OK按確定 那這一題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利用那個合併會算 可以幫你把 1到12月的資料 全部一次呢 通通幫你把它搬過來 OK 那這樣的話你就省區 就是說 你要複製貼上的這個部分 OK 所以這一題 最後你把它存成 206 206 那這一題就算完工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